我叫拿斯加,来自俄罗斯,中文名是汤西兰,意思是大汤盛开的一朵美丽的兰花。 我现在在浙江旅工大学读大三,读的是汉语文学专业。 我最喜欢的是李白。 就是这句话真有感觉的。 我是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白人团的五个外国朋友之一。 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,记了一些口语的词。 比如说像蒙冰。 发生了什么事情,你就啊,我蒙冰了,就会很激动了。 我觉得中国很奥秘的国家,有很多传统的东西。 你站在窖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 明月转饰了你的床子,你转饰了别人的吗? 在中国,我蛮喜欢这些古老的建筑啊。 很有时宜的感觉。 其实中国和俄罗斯的建筑,它们并不一样的。 中国这个建筑,现在也慢慢失效了。 我们大学或是宿学都是跟欧洲那种风格一样的。 我就,还是这样不好啊。 今天做了一个梦,比云美好,布满山前。 书上听到鸟鸣声,吸一口新鲜的春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